Vito发布真无控手机最大亮点,是全屏指纹解锁,昨天Vito终于发布了他们家的真无控手机PEX,虽然被卖族抢为业内第一无控手机的称号,但是依然很有看头。 PEX由一体成型的不等候,连续去面玻璃组成,整体观感要比魅族ZERO圆润不少,看起来颜值也更高一些。 小龙855核心,12加512上超大内存这些就不用说了,都是标配。 除此之外,Vito还号称可以支持5G移动网络。 在屏幕发声,压感技术,ESIM等技术的支持下,Vivo加3.5毫米耳机插口,喇叭口,尸体按钮,SIP卡槽全部抹去,几乎实现完全无控。 是所以说几乎,是因为Vivo还留了个Macport磁吸口,用于充电和数据传输。 除了真无孔这个舌头以外,最值得关注的是Vivo的屏下指纹识别技术。 这次的指纹识别范围,升级到了整片屏幕,竖碰屏幕任意位置,都能录入指纹或电量局部解锁,还加入了按压后,直接进入APP的功能。 大家都知道,APP只是概念一,至于会将多少APEX上的功能,带到今年的NEX上,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。 情怀满载,日本推出千语千询联名款限量手表最近日本金工SEIKO和吉普利工作室合作,推出了千语千询的限量版手表,数字和指针的设计,参照了千语千询离中楼的图案,甚至连表盘。 数字都款原了中楼上独特的汉色时间指示,细节满分。 表盘的正中央就会制着无脸男的经典笑脸,甚至采用高亮度的灵光漆印刷,在夜里也能给大家出乎意料的惊吓惊喜。 这款手表共分为二种款式,浅色款全球限定发售500个,深色款则是700个,定价14000日元900人民币,想要的朋友赶紧去观望入手吧。 爱护iPhone从给他买个行李箱开始旅行箱的行业巨头Remote,最近走上了卖手机壳的道路,但是画风和别人不一样,因为,他们的手机壳也用了旅行箱的设计。 采用了轻质铝合金和防震PPU制成,和旅行箱一样耐用,甚至经典的构槽式设计,也被复刻到了手机壳上,带上手机壳的iPhone。 看起来,真的很像旅行箱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担心销量问题,目前Remote手机壳只提供了iPhone XS XMX三种尺寸,售价100美元起,约合人民币682元, 有独特审美的朋友都可以挑战一下。 魅族搞了台阵悟空手机正式摆明和Vivo对着干。 雪酒不见的魅族,一来就搞了个大新闻。 为了抢Vivo的风头,魅族恰现在周四发布了首款悟空手机魅族ZERO。 为了做到真无孔,魅族采用了ESIM18万无线充电和无线USB技术,结合上从Vivo那里学习的屏幕发声,和在HTC那。 李借鉴的压力感应,终于把机口,充电口,喇叭口,实体按键,死卡插槽统统干掉了。 颜值依然中规中矩,屏幕采用的是5.99寸,OLED柔性屏,被灭和采用了一体成型的陶瓷机身,可以说是相当商务了。 千万正患者敷衍这个电子,变迁本让你走到哪里,沾到哪里不少记性不好的朋友,都会随身带着变绿贴,想到什么贴什么,但是信息量太多,反而有时更加搞不清自己要干什么,有了这个电子,变迁本以后就没有这个问题。 这块boogie board电子变迁本,尺寸仅为86x86x5.5mm,重量仅为40克,和一本普通便利贴差不多,而且随时能擦,可以反复书写,完成了一项任务立刻擦除重新写下一次任务,不用将便利贴贴得到处都是,简简美观,不易幻想。 加上内置磁铁和贴条,无论是冰箱还是桌面都能随意粘贴,再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重要事项。 松下推出了一根超轻棒棒,可以帮你吸尘是什么阻止了你搞卫生的脚步,是家里那台笨重的吸尘器。 松下推出了一款MZS-BOOF无绳真空吸尘器,和保温杯差不多大小,轻至530克,单手就能掌控,小巧的体积让它可以穿梭在各个卫生磁角进行清理,用起来非常轻松,让你告别懒得的卫生的日子。 除了当作手持吸尘器,它还可以连接延长管理器,使用作为地面吸尘器,重量也只有750克,不用换喷嘴,就能横下清理地板,非常方便。 价格只需25000日元,折合人民币1554元,每个精致男孩都值得拥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